這次三個人的角色有個悲哀藏在心裏 我又不見了老婆 Ben 蔡師輩又走了 丟下她 她又有心理病 所以三個人心情很沉重 拍攝的時候已經是這樣的 如果再是氣外 都是這樣的時候 很辛苦 都很難演的 第一集我已經不見了老婆 但經常在找老婆 掛著老婆 我經常都是這樣做戲 是的 還有我們有很多秘密要守到最後 情節上 其實也不能把情緒放出來做 但你不做又不行的時候 我覺得在演技上也是一個挑戰 學識難度就在於 除了我自己和阿關的單元 當然是一個大案子 在我的身上 所以在我去到現場一掀開 那個受害者的衣服 就看到我自己都會很眼紅 那我會整個 我覺得這部電影最大的難度 就是我要撐著一群男鏡 不是 只是說笑而已 因為 譬如 Juliana 她沒有拍過劇 大祖兒這些 統海我都的 就在那裡了 正鋒 正鋒比較少 沒有接觸過這類型的劇 所以我覺得我都很開心 和這群男鏡 我叫他們男鏡 這群男鏡 這群男鏡 這麼合得來 第一集我還有一個 沐浴的片段 但是那個片段的功能 就是去顯示我的PTSD 留下的傷痕 而開始泛呼聲這個人的故事 我知道上一季 大家對於我和阿關那個 比較恐怖的單元 就是我的畫面 大家都熱烈討論 其實這次導演都特別安排了 當然出現 阿關是一個一模一樣的人 但其實他們是不同身份的角色 但是有些情景 他都想再次呈現一次 但是都要有個原因 通常就肯定是不同的出發點 那原因是什麼 就是我們去到最後會結束 我那段戲的拍攝 大家 我們三個都各有各的難度 但是在我那段戲 在一些技術上的處理 那個拍攝是要拍很多次的 就是每一段一樣的戲 要拍很多次才可以完成 所以我就 譬如我有時跟班翠也都說 喂 為什麼好像似曾相識 又做一次又做一次 然後我就說 其實我們做了沒有? 這個是 所以大家已經很不清楚 很confused 跟戲裡面的狀態是一樣的 那 希望我們的呈現出來 就是觀眾都會覺得 有很多的謎團 那我最後都會有解釋的 那麼 就幸好有我身邊這位拍檔 還有阿Ben 可以 因為我們這次 很多部分都在香港以外拍的 那大家留在外地的時候 就是有好朋友在旁邊就很重要 還有我們有用一些 譬如用一些豬的屍體去代替真實的屍體 去做實驗 在劇情裡面 那麼我們拍攝就真的運了一個真正的豬的屍體過來 那麼那個體驗是很真實的 就是你那個觸感啊 那個味道啊 都是的 男的豬我也很難忘的 就是第一次沒有試過 平時 不是 一整隻豬 你想想一下 一整隻豬就拿走了內臟 一整隻豬就拿去拍 你知道拍的地方 我們是夏天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又 就是那個 在貨倉裡面搭了一個景出來 那你都不放過 冷氣很厲害的 是不是 那你都 真是親身感受到那種 那種東西的 除此之外 就是這次我都第一次 唱了我的劇集的插曲 都對我來說 都是一個很 很有意義的事 就是 我因為DOTA FAN這個角色 給大家 演識這麼多 又可以在續集裡面 再為這個劇集 去用另一個方式說回她的故事 所以 什麼都被你撈光了 戲又拍完 播又唱 書又出 那樣 粉色奸拿 大佬 什麼都被你撈光了 哈哈哈哈